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从此,新中国便在中华大地上傲然矗立起来。 但这时候,五星红旗还没能飘扬在西南重镇重庆的高空上, 因为彼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东派在与解放军的战争中节节退败,最后逃亡到了重庆。 川渝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川渝地区的任务已然迫在眉睫。 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对国民党发出了四项忠告,要求川渝地区的国军部队起义投诚。 而时任地方大军阀的杨森不但没有认清局势,还向刘伯承一行人提出荒唐至极的要求, 准备三千根金条给我,我就同意。 杨森为何会提出如此荒唐的理由? 最终刘伯承又是如何做的呢? 他们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想了解刘伯承是如何回应杨森无理要求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杨森是同盟会的成员之一,其后诸如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著名的历史运动中也都有他活跃的身影。 靠着一股子的拼劲,他很快就成了北洋军阀在四川的当家人。 表面上他一直推行新政,但背地里他又是封建糟粕的典型代表,嘴里喊着要解放妇女,破除捆绑妇女们的枷锁,如废除果小脚等的封建漏俗等。 可实际上他依旧干着强抢民女,疯狂纳气的勾当,他光是对外公开的有名有姓的妻子只多达13位,膝下儿女更是多达43个。 杨森的第六个妻子陈顺荣本是三姨太刘古方身边的贴身丫头,当时他只有15岁,放在现在只是一个不安适适的初中生,却被醉酒的杨森玷污其后被纳入妾室。 在嫁给杨森之后,他不会讨好这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丈夫,而杨森也只是酒后乱性,之后只要心情不好就会对他拳打脚踢。 一个从15岁就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权的小女孩,在经过杨森的非人对待后患上了精神疾病。 而此时已经腰缠万贯的杨森知道这件事后,不但不带陈顺荣去治疗,反而用一根冰冷冷的铁链将她拴住, 这个还是花季的少女还没含苞待放便在丈夫的末世中走向了死亡。 陈顺荣的死并没有激起杨森心里的一丝波澜,他继续寻找着下一个玩物。 杨森的第七个妻子名为岑贵芝,是她曾在贵州毕节收养的一个小女孩。 本应尽到养父职责的她,却在岑贵芝面容与身材愈发交好之后动了违反伦理道德的色心,将她站为极有后纳为了妾室。 但为了维护她所谓的解放妇女行动,她还是将很多妾室都送去读书,想让她们成为有知识的新时代女性,以后带其出席重要场合时自己的脸上也有光。 曾贵芝也不例外,杨森将她送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求学。 在求学期间,她遇上了此生的挚爱。 杨森很快就得知了自己被戴绿帽的消息,于是派人将曾贵芝及其爱人一同设计杀害并扔进了江里,以此泄愤,直到晚年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爱之深恨之妾才不得以而为之。 而杨森的花编新闻一直到她90岁时还不断更新。 在台湾期间,她常以招聘秘书为由,骗取妙龄少女前来,其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脸哄带骗一位17岁少女嫁给自己,后来还生下了一个女孩,为此还吹嘘自己宝刀未老。 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充斥着她的晚年生活,实在是令人愤懑、唾弃。 虽然杨森的以上行径令人痛恨,但看人也需要全面,她在维护国家尊严,预计外敌上的表现也不能被抹去。 1926年,杨森将在四川与刘湘争争夺四川王的步伐转向了重庆,成为了重庆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 彼时,英国人仗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中国签下的天津条约,在我国的内河水面上横冲直撞,自以航行,故意撞击无辜民船并置其沉落。 这种卑劣行径已经造成了我国人,财、物等巨大的损失。 而重庆作为长江边的一个重要地方,自然也没能逃过英国人的魔掌。 这一天,杨森部下所属的一名大队长护送了一批武器装备以及数额较为巨大的钱款来到了云阳码头。 当时所属英国公司的万流号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船,也来到了云阳码头。 但由于云阳的码头较小,万流号只能用三艘小木船前去接应。 但让木船里的宪兵们意外的是,他们刚刚到万流号的旁边,准备脱离小船爬上去时,无耻的英国人却突然启动了万流号。 刘湘名下所属的三艘木船当场沉没,船上五十多名官兵,五千余发子弹,以及价值八万五千银元的响款全部沉入江中,而狡猾的英国人在撞沉木船后便逃之夭夭了。 杨森大怒,想找英国人讨个说法,但那时的他依靠的是吴佩福,要知道,他的四川省省长位置也是无给予的。 而吴佩福后面的靠山又是英国人,也就是说杨森的靠山的靠山是令他造成重大损失的英国人,所以与其正面刚,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杨森找到了钱来进行统战工作的朱德,希望朱德能给他一些建议。 按照朱德的话,杨森扣留了在重庆停靠着的和万流号轮船属于同个公司的另外两艘商船,以此来要求英国人赔偿他的损失。 但卑鄙的英国人不但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反而秘密策划用加和号夺回被扣留的两艘船只。 9月5日下午6点左右,天空慢慢坠入山蓝,江面上灰蒙蒙的十分静谧。 突然,被扣留的船只里传出了两声枪响,英军在武力抢夺船只时向中国士兵开枪了。 适可忍赎不可忍,火冒三丈的杨森立即下令,给我打。 中国士兵们奋起拼搏,将积压在心底的愤怒与无奈在这一瞬间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击败了英军二十余人,其中包括他们的副舰长达尔里。 也许是受到的中国军队的反击太少,英国人十分不甘心,在与另一支船舰会合后,转头调了回来,以极其丧心病狂的架势将炮口对准了万线,对无辜居民以及其房屋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炮轰,造成了至少五千名老百姓死亡。 这就是震惊全国人民的万线惨案,也称为九无惨案。 虽然北洋政府最后还是以懦弱的姿态将此事了结,但因为杨森这如此英勇的举动以及强硬的态度,英军在位在川域附近地区招惹挑衅过国人。 到了1937年,日本将邪恶的魔爪伸向了中华大地,全面抗战爆发。 杨森虽然一直参与着军阀混战,但在国家大事前,他还是选择了积极响应全国的抗战事业, 率领一万八千余名川军途步出川前往上海,与其他部队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他率部打的第一场战役是松户会战,他们与日军中的精锐部队激战了五天五夜,顽强地抵住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防线,直到第二天31军和66军前来接替。 也因为这,他所率领的部队被誉为是松户战场上最能打的五个师之一,是除中央军之外最能打的部队。 此后,他又率部参与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长德会战,以及长恒会战等战役,几乎打满了整个八年抗战。 杨森最为后世诟病的,还是他那些不守信用轻易倒戈的黑历史。 在孙中山第二次发动桃园战争时,杨森跑到了熊克武部下,但熊克武部队被袁世凯从云南调过去的滇军击溃,杨森成了俘虏。 大家想想便知,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会在其他省份安然度过今后的日子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于是他用尽心思,与滇军中的军官打好交道,军官们看他才能突出,身材魁梧,渐渐的关系也就好了起来。 可这都是表面的,杨森从来都是身在曹营新在汉,他无时无刻都在想回到川军中去。 而在川滇大战中,杨森迎来了他的机会,倒戈到了川军阵营。 在滇军中待了那么长时间,杨森已经将滇军的情况摸得很清楚了。 所以,川军在他的指引和帮助下,以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之势,对滇军进行追击,非常顺利地完胜了。 1927年,刘伯成与杨岸公计划在卢州顺意一带发动起义。 但被当时割据一方的四川王刘湘牵制镇压,很多士兵被刘湘的部下残忍杀害。 考虑到杨森和刘湘从上学时期就认识,且两人一直在四川活动,兵力也差不多,于是他们联系到杨森,希望杨森能够支持他们这次起义并帮忙牵制刘湘。 杨森表面上答应了,但等到起义军真正遇到困难时,他却视而不见,之前的约定化为泡影,起义也因此失败。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杨岸公的惨死,刘伯成也逃到了其他地方,甚至一大批革命志士也被逮捕。 经过这件事,刘伯成对杨森可谓是失望透顶,完全看清了他两面三刀的阴险嘴脸,对他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再无半点信任。 到了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决定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将重庆作为他们的据点,再以四川、西康、云南、贵州为根据地,妄图能再次等到重振旗鼓的契机。 对此,党中央做出了解放西南的总体部署。 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地区后,以充分的战略准备与计划作为坚实后盾,一路战无不胜将蒋介石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时机已经成熟,刘伯成和邓小平便向国民党官兵发出了停止抵抗破坏,要求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持地方秩序的四项忠告。 在四项忠告发出后,部分国民党将领深知败局已定,于是乖乖投降了。 但杨森仍然执迷不悟,不以为然。 于是刘伯成派先英前去说服杨森,希望他能主动发动起义,并保证重庆遭到最小范围的破坏。 先英是杨森在成都求学时一个宿舍的同学,而且他们的儿女也曾在一起谈过恋爱,两人差点成为亲家。 刘伯成想着他们有这么一层亲密的关系,杨森应该会被劝服。 可没想到,面对先英的来访,杨森的态度居然丝毫不变,且狮子大开口,他对先英说,要我答应,让他们准备三千根金条再说。 得知这一情况的刘伯成不禁破口大骂,而之后,国民党的颓势一步步加深,谁来领导都已无力回天。 杨森这个见风使舵的墙头草看此形势,也知道自己好景不长了,便几次写信给刘伯成,表明自己想要起义。 但刘伯成对他摇摆不定的狡猾性格很清楚,也就不再做任何回应。 杨森见此依然不死心,即使在重庆已经解放之后,他还执着地找到了刘伯成,希望能将他被困在山上的部队给放了。 刘伯成对此不买账,坚决地说,有多少枪就缴多少枪,别的一律不谈。 看到刘伯成如此强硬的态度,杨森知道失败是既定事实了,于是又转头找到蒋介石,并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忠心, 随后便跟着国民党一行人乘飞机从成都到海口,再转机逃到了台湾。 1977年3月,杨森被台北的医院检查为肺癌,两个月后,他因病在台湾去世,享年93岁。 莎士比亚曾说,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地过这一生,就太长了。 杨森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功过相抵,亦或者是功不抵过,这些都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如今的我们只需知道,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 我们要沉思,要以变革痛击封建于孽,让女性免于遭到像杨森的妻子那般的虐待。 我们要高呼,要以意志发扬爱国精神,让国民不再受到外敌的伤害。 我们要知足,庆幸当今的时代再也没有了像军阀一样的统治者, 但也要不断地进步,去为建设我们强大且富裕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读完刘伯承和杨森的故事,大家有什么其他的见解或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您的想法。